好 这是智慧讲座的第七讲 这个我们经常在超进入 替公司节省成本 但是出了事呢 往往发现走捷径的人 或是他的主管默许他的人 自己要被公司的纪律检讨 而不是呢 原来那些高级主管 想要去做创新的人要被检讨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呢 快是节省 虽然好那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适当的评估 不要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才做 待罪羔羊 那我们说呢 船上航行的危机呢 全部呢总结就是一个 船速太快 所以呢 没有把握的时候呢 不要随便加车 把船速呢 保持在自己觉得有把握的速度内航行 那尤其是在转换呢 船队的船行的时候 好像从油轮散装呢 改到货柜船的时候呢 这一点呢 自己一定要把持住 就是说 等到有把握的时候再加车 好我们看呢 这个下面是小绵羊羽大野狼 这个研究显示呢 仍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披着羊皮的羊 第二种是披着狼皮的狼 第三种呢 是呢 披着狼皮的羊 第四种 是什么 披着羊皮的狼 所以呢 各位要扪心自问呢 你是哪一种 是 那研究显示呢 最大多数的人都是什么 大野狼 只不过呢 外面批了一层什么 小绵羊的羊皮 跟我们图片上面显示是一样的 那只要有机会呢 大家都想要违规 都想要怎么样 恶作剧 一场 这是人性 如果不被纪律惩罚的话 你最想做的什么事 没有人要做好人 每个人天生都是坏人 因为呢 做好人呢 已经是什么 赔上了我们一辈子 那偶尔呢 坏一下 还是呢 偷偷来这个 爽一下 也是很好的 所以俗话说呢 困破三娘草丘 睡破三件草席呢 不知道什么 龙行乙 不知道隔壁这个人呢 他到底是大野狼 还是小绵羊 所以 狼心 狼心 这个 狼心狗肺 这个还是呢 情义 深重 这个是 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知道了 知不知道这一件羊皮是什么东西 这件羊皮就是我们的退休金 跟我们的什么 合同奖金 那 因为呢 有这一层的束缚 有的人呢 将近 差别到一千万 所以呢 大家呢 都是什么 小绵羊 因为呢 这个金箍罩 罩在那里 等到退休以后呢 领到这个退休金 家里已经不缺钱了 那就有可能呢 变成是大野狼 所以呢 退休前跟退休后的表现呢 可能会相差很远 下面看 我们看这个 normalization 常态化 常态化是什么 好像我们去滑雪 千辛万苦呢 一步一脚印 走到山上 好不容易到山上呢 风和日丽 然后呢 就怎么样 雪鞋穿了 就准备呢 往下冲 那至于详细的路径呢 还是什么 等一下呢 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就没有在规划的行列 因为呢 经常在滑这条路 就好像呢 我们看呢 先全世界这个 酬劳最高的运动员是什么 是F1方程师赛车的车手 苏马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看他玩的是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 你如果是羽毛球 对那个球拍呢 最多呢 1000 2000给你上旺 那你是高尔铺球 给你一万两万 就算是十万一套这个球具 这个超级跑车的赛车手 他玩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亿两亿 十亿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都是手工定做的 所以他的酬劳呢 当然是最高的 那平常呢 赛车都是跑多少 300 400 500 600公里 每小时 那滑雪能够滑到多少 最多一两百公里 所以呢 对于速度的追求跟掌握呢 已经麻痹了 那结果呢 这个一摔呢 就怎么样 下半身就瘫痪了 然后呢 他老婆呢 就非常爱他 在他家里呢 给他用两亿美金 做了一个东西 叫做ICU 这个家户病房 把所有病房里面 紧急救护的工具都弄来了 那我们呢 就在开玩笑了 那这个老婆呢 花这么多钱来救他 来为他准备这些 家户病房 是不是非常的爱他 其实呢 如果你有一个老公出事了 今天呢 如果他不幸挂了 他的遗产是给谁啊 通通给他老婆 那万一他没挂掉 在那边昏迷指数3 躺在那里要加呼吸器 他的遗产给谁啊 遗产还是他的 他没有遗产 他没死啊 所以呢 那可是他身家有好十几亿美金 那怎么办 那就来个什么 NGO 非政府组织 老婆呢 帮他去招标去 这个什么招商比价批价 东弄西弄 花了两亿 把钱花一花嘛 要不然在他身边也没用 这个言外之意呢 不知道各位懂还是不懂 那各位去议会 所以呢 像以前呢 空军的飞行员 是不准骑摩托车的 为什么 因为他摩托车也是越骑越快 经常会出车祸 因为他已经呢 习惯了高速的运动 好 这就是常态化的错误 习以为常 就不知道呢 忽略了其中的危机 所以呢 越是日常的作业呢 我们越需要小心的检视 当然最好是有一位人 在旁边帮我们监督 照看 下面我们看呢 这个是黑暗之星 这十九世纪的 这小说康纳德 他说呢 我可以告诉你 毕竟对一个海源 去刮到 在他的照顾之下 某个应该永远漂浮东西的底部 是个无法原谅的罪 可能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永远不会忘记 那呢 哭的一声啊 就好像打在你的心上 你会记得 做梦 梦到 半夜醒来 好不容易睡着了 你又会想起来 年复一年呢 他会让你全身发冷又发热 那这个是说呢 他带着一条船 要沿着什么 钢果河 这个 进到内陆去收象牙 结果呢 在河口 船只去搁浅 去弄了一下 那这个东西 就造成他心里的重大创伤 他随时会想到 做梦还经常梦到 那好不容易呢 睡着了 又经常呢 半夜醒来 觉得没事 又忽然想到 每一次这个东西呢 一想到梦到 就开始什么 全身发冷 发热 那个当时受惊害怕的 那个荷尔蒙呢 又全部都回到身上 我们说前几年呢 十几年前呢 台北市呢 拔河 有一位大哥呢 不小心 手缠在这个绳子里面 那这个一拔呢 被大家拉断掉 然后伤口呢 老早就好 可是呢 还经常怎么样 每天 来个两三次 就什么 痛 那个手断掉的那个痛啊 又重新都什么 回来了 身体呢 大脑又分泌什么 那个痛苦的荷尔蒙 那这是痛到什么 连心脏都快要 跳不起来的痛 那可是伤口老早就好 可是呢 没办法 我们的海马回呢 已经记忆到这个重大的创伤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呢 做一个船员不能出海事 出了海事呢 别人也许不知道 可是呢 在你的内心呢 那是留下永远的阴影 那我们除了小心呢 还是要再小心 避免犯错 好 有的人呢 读航海系 胸怀大志 周游各国 赚大把的美金 立志要做船长 要做到中华民国 待遇最高的领港 那很多时候呢 也是有点运气的成分 好 我们看看呢 做一个船长 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那像过苏伊士运河 早上四五点开始起毛 过河 等到出来 已经是下午呢 四五点 然后吃个饭呢 大副班过了 接着又是三副班 在什么 苏伊士湾里面航行 四面都是游警工作船 那船长呢 还不得休息 要弄到呢 晚上呢 的十二点 二不班上来 才可以呢 可能脱了衣服呢 在船上 躺着睡觉 那睡到半夜 就听到呢 电话铃声响了 那船长呢 接起电话 只有听到两个字 啊 船长 那船长就说 啊什么事 没有回答 听到驾驶台上面呢 一阵慌乱 又是车令 又是堕令 那请问你是船长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当然了 这也没有什么办法啦 就是什么 屁滚尿流啦 赶快呢 东摸摸西摸摸 要摸什么东西 要摸手电筒 手电筒是每一个上船的人 在房间必备的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紧急状况 尤其是船长上的驾驶台 驾驶台是灯火管制 你更不知道呢 上面情形怎么样 所以呢 拿着手电筒呢 穿着睡衣脱鞋呢 就往上冲 到了驾驶台呢 有很多的情况 也许是呢 旁边一条船很近 快要碰撞了 就像我们呢 桑吉伦三副 叫船长上来 也是什么 过了两分钟就撞船 过了三分钟就 全船熄火了 就已经 烧的差不多了 所以做船长的挑战就是这样 可能快搁浅 可能风浪很大 船只已经歪了一边了 那这个时候 请问你要怎么办 你要采取些什么样的步骤 需要呢 注意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在现场 翻这个 优良船艺的书籍 所以下面 我们会讲些呢 大海航行的时候 比较特殊的状况 包括什么 得翔台北的搁浅 可能都是同样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